尊敬的 我們 學禮 敬中協會 的證據是 注意同修 注意護法 大家 早上 吉祥阿彌陀佛 今天 我借這個 精進佛二的 因緣 來跟大家 講講話 非常難得 雖然我們 經過 網路的 共修 舉辦這個 精進佛二 也是最難得 非常珍貴的 就是能夠 受持八觀摘戒 最主要的 我們能夠 在這個 念佛當中 得 一心不亂 將來 才能夠 正念 分明 往生淨土 所以 如果一些 如果講一些不對的 地方 請大家 多多的 的 批評 首先 我們一定要 先了解 我們 念佛 目的 是在什麼 地方呢 這個我們一定要清楚的 那今天我們念佛的目的啊 就是藉這個念佛的因緣 在這個末法時代 在 魔強法弱的這個時代呢 就是要來成就自己 而這個最大的成就呢 就是 是釋迦牟尼佛 兩千五百年前啊 常勸導我們的 就是 生死自在 聊五怪 你要如何 經過這個念佛 這種的方法 能夠 能夠得到大自在的 特別 對生死的自在 聊五怪 然後最後 能夠得 究竟樂 離 究竟苦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 佛法 學習 念佛 最終的成就 就是 能夠得到自在 這個原因 所以 我們看看前幾年那個 海賢老和尚 一百一十二歲 他念佛真的太自在了 生死自在 聊五怪 你看他一生 他是一位 沒有文化的老法師 一生沒有讀過半部經 出家之後 老實只交代一句話 一句阿彌陀佛 永遠不改變 幾十年下來 從來不動搖 一句阿彌陀佛 老實聽話 除了之外 白天就是幹活 種地 做一些出工 砍柴 挑水 種種的一些 他每一天不斷的都在上 跟我們都是一樣的 我們每一天也是要幹活 上班啊 賺錢啊 但是甚至於海賢老上 的生活代的那個時代 比我們辛苦多了 我們在這個地方 特別是在澳洲的 尤其那些退休的 你也不用擔心 今天 有沒有吃 今天能不能 生活過得好一點 在海賢那個時代 一天不上班 一天不工作 那是沒辦法生活的 但是他老人家 你想一想 念佛比任何人自在啊 所以 我們祖師大德常常告訴我們 生死自在的人 一定是在日常生活自在的人 這個意思的意思 我們一定要弄清楚弄明白 如果連活著不自在 那時的自在 那才奇怪 那是不可能的 那我們今天念佛 在日常生活裡面 雖然我們都在念佛 那個心態也沒有自在 有但是不多 那為什麼呢 清掛的太多了 所以念佛的那種心態也念不出來 走到哪裡 無論你在那地方 在一切處一切死 你就沒辦法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臨終的時候 為什麼這麼辛苦 放不下嘛 清掛的東西太多了 所以無論你怎麼念佛 你無法能夠得到 念佛的功德利益 你想一想 你想一想 你天天有沒有在念佛 有啊 牽掛的有沒有減少 沒有 反而更多 一邊念佛一邊執著 一邊唸佛一邊不去 一邊的牽掛 牽掛這個牽掛哪一個 到最後 一樣東西也帶不走 還真的 最尊敬的 最童修他的 念佛關鍵不在於多還是少 關鍵在你能不能真正念佛 明白這個事實的真相 你了解之後 你念這句阿彌陀佛 你的心就靜下來了 那種心腹氣躁 你慢慢的就減少了 所以有一些啊 我們一定要知道 哦 你要懂得怎麼去念阿彌陀佛 你能夠真正懂得去念這句名號 那這一句阿彌陀佛名號 對你很大的幫助 特別在生活裡面 你能夠應用這個生活 得到大自在 為什麼呢 因為明白這個道理嘛 啊 所謂的 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哦 有什麼好牵掛的呢 所以很多事情哦 我們 必須要徹底的去了解 真的 念佛 不注重在你念多少生 哦 所以很多人啊 問師父 師父 那要如何念佛 才能夠得生淨土呢 因為這一生非常難得啊 在這個環境裡面 我們能夠遇到這個法門 然後再聚會一處 然後來稱念這句名號 那我們要如何來修持 要修什麼樣 才能夠具備 將來能夠得生淨土 那怎麼修呢 這個就是對於特別呢 一些眾生 這一生 就是要發願往生淨土 想要超越六道輪迴 離苦得了 而且 一生能夠圓滿直律成佛的人 那我們要該怎麼樣來培養 這個我們必須要了解的 如果你沒有把這一段事情做好 你怎麼念阿彌陀佛 你只是跟阿彌陀佛借個圓 修一點福報 你無法超越六道輪迴的 那怎麼修法呢 我們看下面 釋迦牟利佛是怎麼說的 我們好好來看 這段經文呢 我們大家對於讀誦這一部佛說阿彌陀經 說得非常的熟悉 釋迦牟利佛 在這段經文告訴瑟利佛 也是告訴所有在極速幾孤都圓 參與這個法會的 一個人能不能往生西方幾的世界 關鍵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 釋迦牟利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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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往生西方幾的世界 等一次告訴我們 他說不可以少上根福德因緣 得生比果 那如何修上根 什麼叫做上根 什麼叫做福德 什麼叫做因緣 你要具備這個三個條件 你沒有具備這個三個條件 你是沒辦法的 釋迦牟利佛講得非常的明確的 你必須 一定要的 沒有討價還價的 而且特別在於這個法會當中 這些諸菩薩眾來代表 文殊彌勒 常經境菩薩 以釋迦牟利佛的藏水地址 一千兩百五十五個人 以色利佛來代表 從仁天 以刀利天的天主 釋迦牟利佛來代表 他告訴我們 明確的告訴我們 真正能夠往生西方幾個世界 你沒辦法的缺少這個三個 只要你能夠缺乏 你就沒辦法往生西方淨土 那這個上根福德因緣 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看下面的意思 下面 上面 上根最重要的是講我們 對這個法門 你有沒有堅定的信心 那個才是重要的 你有沒有一絲毫的懷疑 而你聽到這一句阿彌陀佛名號 你聽到這一部佛說阿彌陀經 你聽到五量塑金淨土五經一論 而你能夠歡喜地接受 老實聽話真幹 這個就是上根 你有沒有堅定的信心 深信 對釋迦牟尼佛49年而所教會的 從來不動搖的 你有沒有 這個深信是非常的重要 這個深信能夠做到圓滿 等覺菩薩還不知道圓滿的 只有妙果覺才能夠圓滿的 你對這個法門 你有沒有堅定的信心 我相信 我這一生 必須往生進步 我從來不動搖 像海賢老婆上那樣 幾十年下來從來不動搖的 一句阿彌陀佛 從來不會對大家講過一部經 從來也沒有讀到半部經 他老人家為什麼有這麼大的成就 而念佛念得這麼大的自在 那為什麼我們的區別跟他不一樣 對佛沒有信心呢 半信半疑啊 今天如果你對佛有信心 那今天你的生活真的是不一樣 你看我們這個時代 這個地球居住的人啊 將近大概已經七十多億了 在這個世界上 信仰最多的就是基督教 那我們從我們佛教角度來看 大概將近八億 這八億啊 一層一層把它逃 逃掉的 真正能夠相信淨土的 而這一生能夠 對於 了生死 超越六道輪迴求生淨土的 你一層一層把它逃掉的 剩下多少 不多啊 那今天我們能夠聚會一處 來念這句阿彌陀佛的名號 說明啊你過去生 在三寶裡面 中了不少的善根 只是因為過去生 可能迷惑了 又這一生得人生 又遇到這個法門 這個說明我們的善根 過去生所種下來的 那個非常的深厚 不然的話我們今天能不能 為什麼這麼能夠歡喜 接受這個法門 歡喜的念這句名號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 釋迦牟尼佛把這個上根 排在最頭一條的原因 就是告訴你們 你要堅定的信心 你要相信 只要你能夠深信 真的有西方極的世界 真的有阿彌陀佛 我這一生堅定的 從來不動搖 那你的善根真的非常的圓滿 那接下來就是看我們自己的本分 那要如何把這個善根能夠做得圓滿呢 那我們看下面的你就知道了 阿福德 阿福德 阿福德就是講什麼了 最終要講你的願心 這一生只有一個願望 就是親見阿彌陀佛 求生西方極的世界 你願意老實念佛 你願意聽佛的教會 能行能正 海賢老實 聽老實聽了一句話 從來不改變 老實告訴他 你要好好念佛 好 但是我們看看 我們 我們的周圍 在臨終的時候 他 有沒有真正 把他的這個心 這個目標 這個方向 生在親近阿彌陀佛 往生西方極的世界的 有時候很多 到最後 就被動搖了 就是很可惜啊 非常難得 釋迦牟陀佛 苦口婆心 告訴我們 人生真的很苦的 你去思維一下 你去觀察一下 哪一件事呢 你看看我們的人生 哪一件事不苦的 不是很苦的 所以苦口婆心 把這個法門介紹給我們 沒有別的 希望我們能夠 將來 能夠真正 離苦得了 而得到究竟的了 離究竟的苦 那你這一生 就不白來了 那你這一生 你真的願意 我真的很願意 我什麼都不需求 我只是 要求將來 能夠親近阿彌陀佛 沒有別的 我這一生 能夠跟 諸佛在一起 跟觀世恩菩薩在一起 跟阿彌陀佛在一起 跟阿彌陀佛在一起 將來能夠在西方幾個世界成就 將來能夠來幫助一切眾生 特別對於 我們的家親眷屬 對我們的過往的父母 來照顧他們 來幫助他們 不要再受無量無病的 這些 六道輪迴之苦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為什麼在讀這一部 佛說阿彌陀經 很多人沒有把這一段經文 去留意 疏忽把它讀過 你有沒有這個願心 就看個人 有些人說 哎呀師父啊 這個世經還不臭 對呀不臭啊 只是還未到而已啊 到了時候你才知道 這個世界真的苦不開源啊 真的啊 像前幾天 有一位居士 住在新加坡 他是 本身是印尼人 他家到新加坡去 每一天 每一天啊 常常跟他的那個 先生 常常啊 吵架 打電話 師父啊該怎麼做 你看 那剛開始的時候 感覺生活很幸福 很美滿 又生了一個孩子 你看 經過了十年了 還是慢慢出來了 問我什麼方法 沒有什麼方法的 所以很多事情啊 真的 我們能夠願意 在這個環境裡面 在這個 這個末法時代裡面 你能夠把你的心 把你的方向 把你的目標 放遠一點 把你們這一生能夠獲得 無量無邊的功德利益 而這個功德利益 就是能夠 生死自在 了五怪 那你這一生就不败來了 你要這樣的建立 從你的信心 對淨土 從你的信心 對阿彌陀佛 從你的信心 對釋迦牟尼佛的教會 然後你把你的方向 你目標 放在更圓滿的一層來看 那你這一生真的 就圓滿了 這個就是第二 我們 釋迦牟尼佛在佛說 阿彌陀行 特別對於 那些這一生 要求生西方極的世界的人 而來做一個提醒 上根福的 那第三個呢 這講什麼呢 因緣啊 這個因緣我們是最好的 我們今天遇到了一個 好好的 真正的善知識 把這個法門介紹給我們 你能信 能解能信 那這個因緣就非常的舒適 這個就是釋迦牟尼佛 在這一部彌陀經 為我們講的非常的清楚 只要你能夠記住了 這三個條件 你就能夠往生西方清徒了 這個我們一定要相信 那念佛要念多久呢 有人問 那我們今天 具足了這個三個條件 有上根 有福德 有因緣 那我們要念佛念多久 才能夠往生西方淨土呢 釋迦牟尼佛也為我們說得很清楚 其實關鍵 不在於你念多少 剛才已經講 只要你具足這個三個條件 那要念多長的時間 我們才能夠成就呢 我們看下面 釋迦牟尼佛是怎麼說的 一切眾生具足了上根福德因緣 念佛要念多久 才可以成就呢 我們看下面 瑟利佛若有善男子善一人 文說阿彌陀佛名號 直辭名號若一日若二日 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 一心不亂 其人臨命忠實阿彌陀佛一諸 盛中現在期間 四人忠實 先不丁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 极樂果度啊 你看 你看 釋迦牟尼佛講得很清楚啊 一日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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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你看密头经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 不是跟我讲得很清楚 都能够往生西方起的事情 我们都念了几十个年还是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很多念佛的人 区别很大 其实在《弥陀经》是佛为我们讲这个问题 但是在《无量寿经》又不一样 《无量寿经》佛是怎么说的 我们看下面 你看如果依照《无量寿经》的说法 称念弥陀得生净土要多久 一念到十念都能够成就 你看 不是一天 不是七天 一念死念都能够成就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般这些我们静中的闹场 每一年在这个特别的几日 清明或者这些中原冬至会举办这个佛祭 佛西的起源就是因为这一步经而来的 那为什么要办佛祭 就是因为节起修正定起专修 我们一般在日常生活里面 许愿念佛没办法达到专心 更何况能够达到异心 那更难 用这个定的时间来帮助我们成就自己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但是释迦牟尼佛讲得很清楚 我们佛祭办了几次的 很多 正在往生七八级的世界的 没有看到一个 你看那个过去 美国华府的周邦 这个什么 这个周广大老先生 大家都知道 周广大老先生 他是一开面包店的 得了癌症 苦不堪圆 很痛苦 天天看了一身 那个真的很痛苦 所以很多人尊敬的 这个同学大哥 现在百分 只六十几乎很多都得癌症 很多 周广大老先生 你想一想 他得癌症 那个 熬得很辛苦 太太看到这个样子 你想一想 心里难受 很难受 他很有福报 遇到了一个善知识 把这个法门介绍 然后来鼓励他念佛 没想到 一听到这句阿弥陀佛 我一发心就念佛了 没想到一念佛 这个病苦 慢慢就没有了 而且告诉他的太太 告诉他的全家 告诉他的儿女 你们全家 要为我通通的念佛 三天而已 你看 一生从来没有接过佛教的 只是在病重苦的时候 遇到了这些善知识 鼓励他介绍西方吉德世界 给他讲这个西方吉德世界的无尽的庄园 无尽的美好 劝他你要深信 你要念佛 你要相信真的有西方吉德世界 你要相信真的有阿弥陀佛 你要赶快发愿 他没想到 念三天 告诉大家 我要走了 而且 有一些句是看到 佛在屋顶 而且又闻到一些异香 三天 往生西方吉德世界 证明了 释迦摩尼佛在弥陀经所讲的 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 得生净土 所以有一些人 常常问我 师父 那为什么我们 不像弥陀经所讲的吗 没关系啊 他要慢慢来 阿弥陀佛也慢慢来 对不对 你要轻松的念佛 阿弥陀佛也轻松啊 对不对 你要等下一辈子在人家 阿弥陀佛也会等你的 阿弥陀佛的真的很慈悲 所以尊敬的 这些同修大的 真的不容易 所以很多 遇到一些 像周广大这种的情形 他才能够认真去念佛 不然的话 有空就念 没有空啊 等下一次再念 我们常常有用这种的心态 侥幸的心态来念佛 那生死是无常的 随时都会来的 这样师父每天都在想 这个时间不能这样白费过了 因为明天不一定能够 跟大家一起读经 明天能不能跟大家一起念佛也不一定 所以把握在当下 好好念佛 把这个根基建立好 将来无常到了 我们赶快做 随时随地的 自由自在 你想要留就留 你想要离开就离开 多自在啊 真的啊 每天都在想这个问题 所以应光大师这个方法好 把这个十字贴在门口 但是我没有把它贴在门口 这个就是因为提醒自己 真的提醒自己 没有办法 所以尊敬的这位同修 从这个角度 我们一定要了解 五量寿经里面 讲得非常的清楚 不仅仅一日乃至七日 一念十念 只要你能够上根福德因缘 具足了 对于相信西方节的世界 对于 有阿弥陀佛 无论你一念十念 你就能够得神净土 这个就说明什么 你那个心的恳切 从来不动摇 那种了生死的心 那种心非常的恳切 想要离苦得乐 那种心态 非常的坚定 所以那个心 就算它念了十念 它就能够往生净土 我们要建立这种的心态 所以我们今天念佛 最大的目标 就是要得到 能够生死的自在 而在日常生活里面 而咬五挂 这个比什么更幸福 比什么更快乐 比什么更重要 比什么更珍贵 你要相信 不然的话 你看 我们念佛念了一辈子 念了几十年 有没有得到大自在 没有 什么原因 放不下 牵挂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要学习 克服 我们种种的 这种的欲望 因为欲望 只有苦 没有乐 这个今天 早上 简单的为大家 鼓励 我们念佛 目的 首先要建立在哪里 就是要成就自己 而这个成就自己 没有别的 就是生死的自在 聊五挂碍 走到哪里 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地方 的环境 在一切处 一切时 你能够自由自在 而获得解脱 那个比什么样的生活 更重要的 那个心 发喜 充满 那个心 非常的幸福 比任何人更幸福 这个就是我们学佛 念佛的区别 我们一定要好好 来行持 好好来修行 因为啊 能不能生死 能不能了生死 关键不在意别人 关键不在意这句名号 关键在你自己 你的方向 你的目标 我在这个世间 最重要的是什么的任务 我的使命是什么 那个才是关键 如果今天我们还是要 要搞六道轮回 对于种种的这些的 那佛也没办法呀 随喜功德啊 这个就是因为 释迦牟尼佛 出现在这个环境 在这个大时代 没有别的路 就是要告诉我们这种事情 念佛求生极法 今天啊 简单跟大家来说明 等一下下午 再给大家 来为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 好好念佛 祝大家六十吉祥 祝大家身体健康 谢谢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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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